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我们现在是在波士顿西郊的一家超市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超市里面肉的价格 这一块是猪肉 猪肉有这种比较大的猪的蹄膀 就是猪尖肉 这里大概是今天有优惠 是两块九毛九一磅 这边的 有切好的这种猪肉 切好了一片一片的猪肉 今天的价格也还不错 也是两块九毛九一磅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腌制过的肉 就加工过的八块七毛九一磅 然后这一边是牛肉 牛肉的价格就要高一点 所以看到做好的汉堡包的肉饼 六块九毛九一磅 然后因为现在是劳工节周末马上要到了 所以这个很多喜欢烧烤的朋友 会在家里面搞烧烤 就要买一些肉来做烧烤 所以这些肉的销量 这个周末也会非常不错 我们看到这大块的牛肉 我们看到这大块的牛肉 是美国农业部推荐的 叫做USDA Choice 这种牛肉呢是 3块5毛 3块5毛一磅 也还可以接受 然后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比较高档一点的牛肉 是 有的是9块9毛9 12块9毛9 然后这一边呢 还有一些喜欢吃羊肉串的朋友 可以到这边超市 有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的羊腿 这个价格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18块9毛9一磅 所以 总的来说 今年这个 美国超市里面的 价格比去年同期 上涨13% 所以美国这个食品的 通胀还是非常高的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投资生活日记频道